Hi,我是陈老师 今日我们的冥想主题是 尋找我们的情绪模式 在我们的这个冥想练习里面 如果你发现自己有很多念头 不要紧的 你可以允许这些念头来 也都可以允许他们离开 每次当你产生很多集念的时候 你只需要做一个深呼吸 重新将自己带回当下 接着来 请你继续跟随着我的声音 做几个有规律的深呼吸 每一次呼吸 每一次放松 都会令到你自己的内在世界 更加宁静 每一次呼吸 你都会觉得 自己的内在 更加清澈透明 更加平静如素 允许你自己的面部表情 是放松的 在你冥想的时候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很刻意地去做些什么 你只需要跟随着我的声音 慢慢地 好舒服地放松自己 现在 请你做一个深呼吸 我邀请你去回想 想起在自己的记忆里面 最容易出现的情绪模式 你最容易跌下去的 是怎样的情绪黑洞呢 那些情绪 曾经反反复复地出现 令到你 反反复复地经历 有可能 是对某些事情的焦虑 和担心 亦都有可能 是你放不下 一些人 和一些事 又或者 当你听到 某一类的语言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愤怒 又或者 是你对某些事情的糾结 又或者 是你后悔 曾经做过的某些事情 亦都有可能 是对未来一些事物的恐惧 所以 现在我邀请你 去做一个深呼吸 当你做这个深呼吸的时候 你可以 慢慢地 想起这些事情 你自己 经常都会出现的情绪模式 是怎样的呢 嗯 做一个深呼吸 仔细地去想一想 或者 你也可以问一下自己 我最想解决的 是怎样的情绪 请你做一个 简单的深呼吸 想象一下 我们 进了一间 很大很大的电影院里面 你刚刚坐下 就见到在你眼前 有一个很大 很大的银幕在那儿 在那块大银幕上面 正在播放着一些东西 播放着一些 你曾经经历过的情绪 曾经经历过的故事 你发现 你发现 在大银幕里面的主角 就是你自己 请你去看看那个自己 你是怎样被困在那些情绪里面的呢 当时发生了些什么呢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触发了你的情绪按流呢 又或者 是怎样的事情 令到你的情绪 会有这么大的起伏呢 为什么这件事对你来说 特别重要 以至于 你会有如此强烈的情绪 这样的情绪 又重重复复地出现了多久呢 你去看看 这些模式 最初的经历 是来自哪里呢 你可以做一个深呼吸 令到你的潜意识 回到最初的年龄 当你最初 有这样的情绪模式的时候 是多少岁呢 在那个时候 发生了些什么呢 为何是那个年龄呢 为何是那个年龄呢 为何这个年龄 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呢 嗯 做得很好啊 你就好像 走去回顾一出电影一样 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的过去 你只需要静静地地在那里看 看着这个画面 但是你不需要去认同它 也都不需要被自己陷入这种情绪里面 你只需要静静地地看着它 看着在银幕里面 自己的这些行为模式 这些行为模式 一次一次又是怎样被触发的呢 当你看到 你每一次都在相似的情景里面受困的时候 你可以和自己说 我看到了 我记得你 我的情绪 多谢你反反复复地提醒我 我以后会对你保持觉知 现在你可以再做一个深呼吸 然后再浪费时间去观察一下 看看自己 还有没有困在其他的情绪模式里面 嗯 试下去很冷静地 就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去看看自己 看看那个在银幕里面的自己 看看自己其他的经历 看下自己 还会不会跌在哪一种情绪模式里面 当你看到这一切 就好像看着自己在人生之中员出 你可以继续保持回忆 和回顾 五分钟之后 我会回来找你 好 你们变得跟他们谈慕 来 我猜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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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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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